就是我有没有权利 把这个信念出来 包括毕老师就说我们可不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信的内容 你要征求王欣的一点 王欣可以吗 因为你是收信人 可以 然后信是这么写的 说昨天试过了 被我妈妈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失败了 没打听到啥 我呀就会惹我妈妈生气 就会惹我妈妈伤心 我妈生我到底是为了啥 我妈当初就不该生下我 生下我这种儿子有啥用 除了招惹他 我那什么的还能做啥 我都掐死我自己 我想这可能是他写的时候 就我都想掐死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这真不是儿子自己的表达的话 再亲密的朋友 编不出这种信来 我们都有生活经验 这不是一个局外人可以说得出来的话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大姐 儿子到底在哪 我们是局外人 我们都很担心 一个年轻人真的 这样一种给自己做的死亡倒计时 而这个年轻人是您的儿子 你不用打他倒计时 说什么是倒计时吗 您自己没有看这些信吗 这是您儿子写的信吗 不是 不是 不是那您莫名其妙的为别人写的信哭什么呢 不知道 不是我哭的 我没哭 所以大姐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发生的事情您不承认 您想回避什么东西 我没有回避 我有什么必要告诉你 我有什么回避的 您真觉得自己儿子好好的 我自己儿子天天 日月月 养了25岁在我身边 每天怎么样 我自己知道 好好的 所以您那句话 我的儿子什么样 我自己知道 我们是要打问号的 这也是父亲担心的原因 也是我们担心的原因 您的儿子的状况很显然 您并不完全知道 我儿子为什么还能写入这份信 要哪找我呢 我17万年没得到消息 只能得到这个孩子 要轻胜你心呢 谁写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谁写的 现在我要见到我的孩子 如果说张浩 他说的是真的 你知道张浩的下落 你现在 隐瞒张浩的下落 阻止我们所有的人 去挽救张浩的生命 那么这种行为 是一种不作为的一种犯罪行为 那么 是有可能 涉嫌 故意杀人的 有那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有这么严重 你要想一想 如果说张浩是一个 和你不相干的人 你这种行为 它可能仅仅是一个犯罪行为 但你要想 那是你的儿子 他有可能 这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做出了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不要跟我说的 有可能 就不要跟我假设 我不爱听 我们不能把眼睛蒙起来 我是好好的 现在好好的 四天以后 他是不是好好的 好好的 四天以后 他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我告诉你 如果说 他真的有了意外 你难辞其咎 不是节目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能 我能挺 我儿就是好好的 那将来 会有司法机关 找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能挺那种 我相信 你不会 心狠到这样一个程度 我心不狠 我儿 我为什么要心狠 我本刘